法轮功在香港来说是一个重要指标 我们刚刚说过了 但是其实回到国际政治上 或者回到美国政治上来看 其实法轮功还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们不是讲说很多国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吗 美国也是自己经过的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们看完了集中营的那些惨况之后 然后回来讲说 讲到两个字说never again 我再也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换句话说 他们那是充分认识到了说 人的重要性 人性跟人道主义的重要性 所以希望将来人世上 不要再发生这么惨烈的事情 可是他们成绩何时呢 这个法轮功问题呢 其实可能比犹太人问题还要严重 为什么犹太人当时的事情看得见呢 因为当时在战争 这个世界各国在跟这个纳粹在打仗 然后纳粹在这时候呢 迫害犹太人 所以这事情就连在一起了 大家在打纳粹的时候 一方面要找理由 二方面就是在看说纳粹干了什么坏事 在这当中慢慢把犹太人的事件 曝了出来 我不是说犹太人的事件不重要 我是说因为有战争 使得它变得更加重要 所以这是第一个 但是反过来说就是 如果没有战争的话 是不是它的重要性相对来说 被低估了呢 这个法轮功呢 过去没有被那么重视的原因之一 第二就是你说这事情这么重要 美国人知道不知道 知道记不记得活灾器官的时候 活灾器官的时候 美国的领事馆派人去过那个东北内医院去看了 如果不是那么重视的话 他不会派人去看的 问题是这事情经过了大概20天左右 然后中共才让美国官员去看 太晚了 20天 什么事情都干完了了 房子都盖地洞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中共干的事情 掩埋的事情经常有 所以中共过去呢 他干了这事外界不是不知道 那为什么不太提呢 第一因为封锁消息太厉害 所以外界拿不到确切东西 一般来说呢 西方国家在民主化以后呢 他们比较注重证据 有直接证据我才敢这样说 没有直接证据我就很大的疑惑 但是我不敢这样讲 我们讲过刚才那个集中营 集中营当时不是这问题闹得很凶吗 就好不容易有一个这个 好像是波兰 波兰籍的犹太裔的人 然后之后逃出来 逃出去见了美国总统 然后把事情讲完了 美国总统听完之后呢 他还有一个美国大法官的样子 对 还有一个大法官 然后讲完之后 他说 他说我难以相信 然后他旁边听了 那个人都已经离开了 他问他说 你你说他撒谎 他说不是 我只是说他讲的事情 我没办法接受 我没有相信 为什么呢 超过我们个人的道德底线 所以我没有接受 因为没有接受 所以我很难相信它存在 是这样子的理解 所以中共风的消息很严重 大家很难了解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我们就必须讲得很明白了 大家看见 在人道主义跟商业利益的对抗当中 很多国家 很多政治领域会怎么选 你看看梅克尔怎么选 对不对 梅克尔自己是从东德出来的 他不是不晓得共产党的可怕 但是面对德国的 在中国大陆商业利益的时候 他对于中共的很多事情 他畏首畏尾 这大家都已经知道事情 这情况不是只有梅克尔 各位看看 英国 法国 很多国家领袖 政治领袖 不管是现在在朝的 还是在野的 基本上有一个 类似一个弱点就在这里 当他面对中共 要去真正对抗中共的时候 南海航行自由 我愿意出来表态 为什么呢 因为南海航行自由 对于我的经济利益是有关联的 所以这地方我支持美国 如果美国不出来 所以便我不会出来 但美国出来我就赶出来 因为这样有个大头 在那边可以靠着 但是你说船经过台湾海峡 还是不要吧 是不是 所以它就有一个考量在这里 那是第二因素 第三点就是我们看见 法轮功的问题 在美国社会里面 在美国政界 它已经是公开秘密 很多人都知道 一直到了川普 蓬佩奥的很后期才开始谈 这么高层 这么高层 所以我们过去讲 我们说美国人不是不知道 他们这个国务院的 相关的这些副国务卿 负责这些人权问题的副国务卿 听法轮功学员跟他们讲 已经听了很多年 他们也都知道了 然后他们看见活动 他也都知道了 然后譬如说每年差不多就这段时间 在华盛顿DC什么地方都有大的 法轮功的活动 很多美国的参众议员 他本人也好 或者他的助理 或办公室主任也好 经常被邀请到现场去发言 你说参众议员在现场发言 你说白宫会听不见吗 当然听见了 而且他们还通过了决议 谴责活摘器官 更不要说国会里面 通过了多次的决议 你说美国政府不知道 可你看到就是 讲话比较多的是国会 就是立法部门 行政部门通常非常谨慎 为什么呢 行政部门掌握的是国家的政策 然后这个国家政策 跟利益 跟这个战略 跟什么都有关联 他考虑非常多 所以他不太谈 而且老师刚有一个消息是 2012年的时候 王立军当时薄熙来倒台之前 王立军出逃到成都领馆 当时是拜登当副总统 希拉蕊当国务卿 一直传闻说王立军带了六大类资料 其中一个就是强摘器官的证据 但到现在国际就找不到这份资料 怎么可能会找不到呢 对不对 这个是根本就是欲干弥彰的事情 说穿的就是王立军自己想说 这东西我可以做正的 我会干什么的 那你说大家不知道 大家知道 所以说穿到最后就是 重大的利益的问题 好那现在回到这个 刚刚讲说川普和蓬佩奥 为什么后面开始谈呢 他们开头也不愿碰到问题 因为这问题坦白说 有点像是个原子弹 这东西一碰起来 那后面这个铺天盖地 你全部要打开 你美国是不是已经准备好 要打开这黑盒子了 打开集中营的门 你这个东西打开之后 你后面怎么办 所以我们当时看 我们就说你会不会做这事 好去年7月20号 7月20很重要的日子 第一我们看见 蓬佩奥自己出来 发了一个国务院的 一个声明一个公告 然后谴责中共破坏法轮功 然后要求停止迫害 第二他们又接见了 这个法轮功一些代表 了解这事情 然后第三 这个宗教自由的委员会 那个大使 然后也发了一个推文 也支持法轮功等等 在7月20当年 同时做了三件事情 所以当时我讲 我说这是第一次看到 美国政府这么高层 在这么敏感的一个日子 然后同时做了三件事情 拿法轮功来说事 来说中共 好 那你说后面会加码吗 我说还未必 他现在只是敲打一下 但敲了之下之后 会不会继续敲 还是会真的动手呢 我们说还得看 那时候是7月20号 对 当然宗教自由大使 其实前面几年 已经一直在扑了 一直在铺陈 对 然后国务卿一出来的时候 大家觉得很震撼 说这么高层出来讲了 所以后来不信 他们没有选上 当时我讲 我说其实我们要看 拜登对于中共政策的态度 这个就是指标之一 这是一个试金石 好 那么拜登 现在上台几个月 今天第一次 这事情出来了 拿法轮功的问题 去问责中共 代表说拜登政府的政策 慢慢开始强硬 但是究竟说是真正强硬的开始呢 还是只是敲打一下呢 我们还得听其言跟观其心 好 请问 吴老师请问一下 拜登政府第一次 直接以这个法轮功的名义 去制裁 法轮功的议题去制裁中共官员 所以您怎么看 这个打法轮功 我们都知道谁在对付法轮功 习近平吗 不是啊 法轮功都是江派啊 所以如果中共去打法轮功的话 那是习近平在帮江派吗 这里面就很吊诡 我觉得原本打江派的 打法轮功的都是江派的人 包括薄熙来嘛 都是嘛 那现在如果习近平也去打法轮功的话 那岂不是在帮江派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这样 法轮功背后代表的是四个字 叫做宗教自由 这毫无疑问 对不对 那川普在白宫的时候 把各个宗教都倒来 宗教自由嘛 对不对 更何况美国的立国精神里面 就是言论自由跟宗教自由 因为欧洲的宗教破坏 把很多人赶来美国嘛 所以你搞这个镇压 这个把它当作宗教来看的话 你镇压法轮功的话 真的是很糟糕的事情 你镇压香港 打压媒体 这是言论自由 伤害到言论自由 你现在对法轮功的部分的话 伤害到宗教自由 那这两个自由 恰好是美国的立国精神嘛 你中共这样搞的话 真的跟美国的关系 完全不可能修补 这真的是 恐怕也不是天才 还是诺贝尔奖的人 才能够改善美中关系 这样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完全没救 可能最坏的还没到 后面还会更糟糕 因为中共已经全方位 踩线美国 全方位踩美国的红线 那法轮功这个例子 大纪元这个媒体的打压都是例子 那从这里当然也会引申出 这个中共这个社会监控 无所不在 不只是媒体 宗教这些 那后来更严重的是 法轮功之外 打压宗教之外 它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活在人体器官 那这个东西是反人类罪 它对法轮功的人 去活在器官 对新疆那边的一些 维吾尔族也可能有类似的情况 所以有关法轮功的回应 我觉得美国这个制裁来得太慢 也来得太少 太轻微 这些东西你去制裁 中间工作阶层的中共官员的话 不够看的 这个问题的话 你真的要对付的话 就是要打到江派了 因为这个源头在江派这里 所以我觉得美国对法轮功 至少踩中共的红线是应该的 是必须的 但是来得太晚了 应该再早一点做